我们希望能够传递有智慧的正念 这个中心是为了这使命而存在 不然是没有存在的意义跟价值 好像每一件事情的选择变得困难了 大家有感觉到吗 以前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好自然 比如说我想吃零食 我就去Seven买个零食 我想去看电影 我可能我就去电影院 我想去吃饭 我去餐厅 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的自然 但是现在好像每一件事情都不太自然了 大家有发现到吗 更夸张的是每一件事情我都得思考一下 生活不再这么的简单 尤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你新闻会越看越紧张 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我觉得有些时候没看新闻 还不会那么紧张你知道吗 越看越紧张越看越紧张 是必须看但是不用看太多 尽量不要看 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做法 说坦白话 大家去观察一下 哪怕是看新闻 灾难新闻 这些新闻我们看了会上瘾 大家要注意到吗 我们其实要慢慢把觉察带到时时刻刻 包括我们怎么去吸收讯息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吃饭只能够看什么 大家知道吗 对卡通 反正任何你觉得看了会帮助你消化的 都可以 可是那种看了不会帮助你消化的 就千万不要 因为说坦白话 我们现在所有的新闻 你回头要看网路都很容易得到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在比较困难的时候 其实觉察更重要 在日常生活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惯性来生活 但是呢 在困难的时候 包括比如说现在 以这种疫情的时间 或者是比如说我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 或我心情有不舒服的时候 特别特别需要把觉察带进来 每天情绪被牵着走 自己比确诊者还焦虑 等一下我带大家做一些练习 帮助我们把情绪稳定下来 因为真念很重要的 不是只是一个概念这样子 那我们会慢慢发觉到说 哇我们担心的城市很多 对不对 我们担心自己 担心家人 其实同事也蛮恐怖的 假设同事还没有分流 或者是客户 社会 世界 就会发觉到这个年代 奇怪 怎么要担心的那么多 比我们 我觉得从小到大 任何时代好像都还多这样子 我不太知道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跟大家挑战可能就是 那种关系啦 关系的变化 尤其是家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 同事之间 那有些时候更让人难以承受 我们需要去看到 自己跟家人的一些差异 如果我们没有觉察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比较善巧的 去处理的话 常常会变成是一个冲突的来源 有些人其实更吃亏的一件事情 就是工作量减少 以至于收入减少 甚至于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机 那有的人更惨 他工作量增加 但薪水没增加 很多啊 现在的所有的医护人员 基层人员都是这样 我每次一看到那个政策在改变 有没有 每天每天 我第一个反应都说 哇塞 我们的基层实在是很辛苦 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所以我们现在会发觉到一件事情 就是外在环境很不OK 好 那外在环境不OK的情况底下 我不OK 这个我们要质问 如果外在环境不OK 我也不OK 大家知道这会怎么样吗 对一团乱 就是一团乱 一定会搞得我自己心里头一团乱 当我自己心里头一团乱之后呢 我就会失去平衡 那当我自己失去平衡的时候啊 我跟大家打包票 你周围的关系也会失去平衡 紧张焦虑也会生病耶 所以要看到这些层面哦 好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要来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外在环境不OK 但我也没有办法让我自己内在还OK 我没有说很OK 我只要还OK就好了 就是那种good enough就好了 我不要去要求说 我要很心平气和的来面对这一切 没有啦 怎么可能 没有要求心平气和的来面对风风雨雨 没有 其实那概念很像什么你知道吗 当我们在海里头游泳的时候啊 那其实海浪很多嘛 很大 而且有些时候它根本是啪一个就来了 以现在的生活状况其实还蛮像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需不需要整个头都要浮上水面 我们其实不需要整个头或整个身体都要浮上水面 我才能够让自己还OK哦 我其实只要我那一口气 我要吸的那一口气能够浮上来就好了 其实我们在练就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能力 就是再浮再沉死不了 我们千万不要期待自己要能够像疫情前的那样 比较自在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这个比喻哦 其实是那个时候八仙城报 有一个护理师他这样子跟我分享的 因为大家知道那时候八仙城报的时候 是500多人一起嘛 然后所以基本上台北各家医院能够塞的全塞了 在急诊室当护士的人真是有够辛苦的 那时候根本没得休息 那他都快崩溃了 后来他来中心上MBSR课程的时候 他跟我分享 他后来把正念融入到他工作里头 他就发现到 他只要那一口气浮得起来就好了 其他都没关系 所以当外在环境很不OK的时候 请不要期待内在要很OK 不要还OK就好了 然后允许自己能够适度的情绪会跟着起伏 因为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如果我不允许我自己情绪的起伏 那个才叫做不正常 大家要注意事吗 所以情绪的起伏是非常OK的 关键是我可不可以看到 当我在情绪起伏之后 我的状态是什么 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了一个新闻 或者是我周围的谁确诊了 然后一定会给我们内在带来波动 那可是问题是这个内在的波动 接下来我会怎么办 接下来我是一路紧张 紧张紧张紧张 然后再紧张紧张紧张 吃饭也紧张 洗澡也紧张 睡觉也紧张 我看到每个人我都紧张 哇塞那就那就麻烦了 但如果说我知道我周围有个人确诊了 好在那知道的当下我确实是很紧张 我确实是很担心 但是呢随着时间的经过 我不去抓住那个紧张跟担心 当我不抓的时候大家知道吗 它会变动 所有的感觉 所有的想法 所有的情绪都会变动 有研究显示任何一个情绪 只要你不去抓它 大家知道它会留多久吗 随便猜猜看 如果我不抓的话 一个情绪升起 它大概会留多久 10秒再来 没那么短 5秒 1分钟 3分钟 8分钟 90秒 30分钟 10分钟 30分钟 哇30分钟很多耶 5分钟5分钟 半天 这个最久 不抓好难 关键出现了 不抓好难 好 来 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在这里啊 你把聊天区打开的时候啊 就会发觉到有一件事情是什么 哪怕我们刚刚看到最长的是半天 我们刚刚这边所有的数字 有没有发觉到 它其实都会有个结束 所以换句话说 任何情绪强烈的感受 只要它一直留在我心里头 不去 其实我已经可以基本上非常笃定的去假设说 我抓住了 嘿 我抓住了 那当我抓住的时候呢 它就下不来了 那我要跟大家讲 研究显示啊 情绪起来的时候啊 它的平均的持续时间 如果我不抓它的话 就是90秒 一分半的时间 在这里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 当我情绪升起的时候 其实我要重视的 并不是说这个情绪它怎么来的 它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那接下来我要怎么办 这些全部都走错路了 我们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 我不知不觉就在喂它了 喂这个情绪 在持续的让它变大 而且是抓着不让它跑掉 其实所有的情绪 它确实它会升起 它会停留 它会消失 哪怕我们刚刚看到的 最长的是半天好了 好嘛 半天我就豁下去 但是它会走 那如果我们发觉到它不走 或者我全部都浸泡在那个情绪里头的时候 其实那真的已经告诉我一个讯息是什么 我抓住了 这是最重要最关键的讯息 我把它抓住 而且我抓得不放 我抓得非常紧 紧到它似乎跟我全身黏在一起 那再不然的话 它其实它会变化 它不会一直黏着 所以我们正念的练习很重要的 就是在练习不要抓 要抓该抓的地方 我们生活很多时候很多麻烦 就是我们该抓的地方没抓 然后不该抓的地方通通抓得很紧 我们怎么知道呢 当我们感觉到很受苦的时候 十八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我自己也是从这样的历程走过来 因为那个是一辈子的一辈子的练习 我很喜欢形容正念像什么 正念很像这个白开水 白开水就是你如果喝了保你健康 你如果不喝你以后你就摘戏 不知道会讲什么 它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维持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正念的练习 如果我们走对方向的话 其实非常的简单又非常的纯粹 它也很容易幻化成其他各式各样不同的饮料 也就是所谓的各式各样不同的正念课程 所以它很像白开水 它是日常生活保养品 有的人喝白开水就可以很满足 但有的人还是喜欢喝点饮料 喝点小酒 小酒也是白开水做的 各式各样的饮料也是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也觉得它很像什么你知道 它很像衣服 我们每个人穿的衣服 我们都知道自己平常睡觉的时候要怎么穿 我出门要怎么穿 然后我穿我的 你穿你的 我不会去把你的衣服拿来穿 你也不会把我的衣服拿去穿 对吧 除非是在玩耍 所以正念的练习 它其实就是让自己先受益 自己先温暖 其实衣服原本的作用就是保护啊 衣服就 衣服 衣服的原本的作用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所以其实正念也是一样 当我们有一些练习之后 我自己能够有一些保护 有一些温暖跟舒适 这是还蛮重要的 正念的定义可以有从不同的角度 正念减压它其实是一个专有名词 那这个专有名词它其实就是有一套训练课程 已经有40年了 当初呢是在医院里头发展出来了 美国的马州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正念减压的创始人叫卡巴金 那他给正念下的定义 我觉得好漂亮又好精准 是可可 精评价的觉察 然后呢这样子的觉察呢 需要刻意的练习 卡巴金贝贝很好玩 在010年那时候他第一次去大陆 我也有去 然后那时候很好玩 大家都叫他卡先生卡先生 这是最精简最精简的翻译了 这边没有任何一个坠字 所以我们会看到 整个的正念练习啊 它其实很重点在这个觉察 并不是一个概念式的东西 它是一个操作式的练习 那操作式的感觉很像什么 很像学游泳 很像骑脚踏车 学画画 它都是需要身体力行 不是只是脑袋想一想就好了 它真的要产生效益 它其实是需要练习 时时刻刻 他这边就表示说 我们这个练习呢 它是随时都可以用的 它不是只有在一种特殊的状态底下 非评价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很多人把它理解为不评价 不评价基本上是一个错误的翻译 所谓的非评价是指 我知道我在评价 但尽可能的不被他给控制 所以评价是OK的 但是关键是看到这颗心 有没有被绑架 这才重要 当我被他给控制了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我的心被他给绑架了 当我们在做正念练习的时候啊 我们会很容易就会观察到 这时候我在想什么 它在西方医学里头呢 它其实是属于身心医学的范畴 其实应该叫新生医学啦 因为它是叫My Body Medicine 那它同时另外也是一个参与式医学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不是只有医生要为我健康负责 不是只有医护人员 也不是只有政府要为我健康负责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疫情的上上下下的情况底下 我怎么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呢 很重要的要经常来观察一下 我这个心跑哪去了 如果我们没有观察到 没有习惯性的观察到 我这个心跑哪去了 那它就会乱跑 大家知道它跑哪去吗 它会跑到人最多的地方去 人最多的地方是什么 讨论疫情啊 搞得很紧张 人多地方少去 心也是一样 对 没错 因为现在这个年代 大家都花了很多钱 很多精力 就是要让大家把注意力放在 他们想要的身上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心很容易就飞掉 我们的自主权会不见这样 所以在这种时刻 请记得常常问自己 我心跑哪去了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训练 那如果你发觉到啊 你的注意力跑掉了 不在现在 所以在现在是什么意思呢 举例来讲 假设我在走路 可是我的心都一直在想着 刚刚开会的事情 那么有没有发觉到 身跟心分开了 或者大家洗澡了没有 这个问题有点隐私 还没还没 已经躺平了 几个例子来讲好了 洗澡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练习时间点 如果你发觉到 你在洗澡的过程里头 又想到 哇塞 今天突破五万人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该怎么过活 注意力又跑掉了 有没有发现 又跟现在当下的事情 又分开了 或者假设我这个时候 我在吃饭 来 请问一下 吃饭的主菜 是手机的举手 吃饭配这个 就是帮助你最不正念的练习 所以如果你想要 用正念来帮助自己 先戒掉这个习惯 不用要求说 每一餐饭都不配 但是至少要有一餐饭 你是很有意思的 不要拿这个当主菜 不能朝上 朝上的话 一亮下来 你又注意到了 一定要盖下来 就提醒自己 啊 我现在吃饭 我就好好吃饭 然后如果任何时候 你发觉到 你的注意力跑掉了 怎么办 深深的吸一口气 再把自己带回来 然后跑掉了很多次 跑掉十次 就带回来十次 跑掉一百次 就带回来一百次 不管跑掉几次 其实它不是重点 重点是 有没有记得带回来 这个其实是防疫 很好的一个做法 这个习惯 大家如果上了 今天的一个讲座 你把它往后带 带到一辈子都可以用 真的 你用到哪 就哪受益 如果你把它用到关系上 你的关系会变好 用在你的工作上 你的工作效能会增加 另外一个 也要跟大家提醒 在困难的时候 千万不要放掉 你原本有的幽默感 因为幽默感 是面对困难 很重要的润滑剂 不要太震惊八百 拉迪赛的功力 狗腿的功力 冷宵为的功力 继续练 面对苦难的时候 面对辛苦的时候 如果我们震惊八百 会把自己搞得很紧绷 也会把周围的人 搞得很紧绷 那紧绷 距离我们想要 能够比较松的方式 就会越来越远 以前我很重视努力 大家不要看我这样子 很搞笑 实际上我还蛮认真的 但是我学了正念之后呢 更会去关注一件事情 是认真的方向 对不对 认真的方向不对 我就会越认真 越用力往相反的方向走 唯有认真的方向对 我才能够一直聚焦 聚焦聚焦 我们去看那个乐团演出的时候 开始之前 他们要调音 调音的这个理念很重要 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帮助自己 来确定一下 现在的方向跟位置 时不时的时候 我就会稍微提一下 我现在走的方向是对的吗 我现在走的方向 跟我生命想要走的道路 是一致的吗 那接下来就下一个大问题了 那你生命想要走什么道路 我们对自己的生命 要有一点方向感 比较不太会被 之为末节的事情 办得太久 还是会绊住 但是比较不会绊太久 也比较能够勇敢的往前走 哪怕在这走的过程里头 擦伤流血 对 我到底我想要什么 然后啊 有一天当我挂掉的时候 有没有 假设可以写墓志明的话 我想要写什么 帮自己有一个方向感 大家要不要听听看我生命的方向感是什么 我那个方向感大概40年前就出来了 我今年54岁 我14岁那一年啊 以前我小时候住在南部 就是眷村 是那种贫困型的眷村这样子 那我们家对面有个修道院 然后那时候我14岁的时候 就有从国外来一个大哥哥 哎呀我就开始暗恋人家了 我好喜欢他哦 所以我英文会很好 跟这个大哥哥的出现有很大关系 对外国人 尤其是帅帅的外国人 在我们那个年代14岁开始学英文 之后我都没有出国过哦 但是但是那个时候的英文就磨得很好 为什么因为我很有很强的动力 恋爱的力量很大 没错 可是呢当然嘛 人家哥哥大我那么多岁 他怎么可能看上我这个幼稚小妹妹 因为他已经那时候已经24岁 大家知道哦 那个是不可抗拒的力量 哎呦当然就心情浮动很大 大概一年 我看一年的时间吧 我就认清现实 我知道哥哥不会喜欢我 那时候当然就是痛苦嘛 因为得不到啊 得不到就是苦嘛 那个得不到的苦给我启发很大 所以那时候我就心里头默默的就想说 好那我要 我要来让我的生命更有智慧一点 就从那个时候 他成为我一个生命的灯塔 一直到现在 那到底什么叫智慧 说坦白话 长达40年的时间 我无法给他定义 我是一直到最近才有办法给他定义 但是即便都不知道 那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往前走 所以鼓励伙伴们为你自己的生命找到一点 你想要追求什么 然后把那个当成你的灯塔 你想要追求的东西最好是你自己就可以完成的 不要是需要依赖在别人身上 大家了解意思吗 你自己就可以独立完成的 那这样子你才能够去实现它 假设你要生命追求的东西 是要别人配合 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那就麻烦了 简单来讲就是不要外求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些练习好不好 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讲 大家有没有看过九天玄女 如果你没有看过九天玄女 一定要去看 我很鼓励大家要收集一下这些有趣的东西 那我们要用很多方式帮助自己 认真而不严肃 这是重要的 所以鼓励大家一定要多收集一些 看来觉得哇塞真的是相片啦 影集啦 音乐啦 通通都好 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库帮自己收集 用你觉得有创意的又健康的方式来滋养自己 大家知道吗 我们现在YouTube或Podcast FB还有Live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主题 或者是很希望我们能够比较深入奔向的主题 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留言 我们会很乐于能够给大家正确的概念